裁剪布料依照版型折好皱褶 在晕烫平整 就是布口罩的雛形 剪下一段段十公分的铁丝 为了能放进口罩里调整形状 所有细节都不能马虎 那这样子固定讲话的时候 外面的空气不会跑进来 昨天本来以为说 穿铁丝的部分会比较难 但是今天看起来是 那个车两边那个耳朵的部分 会稍微难 用缝纫机把两层布料缝上 口罩不够用 志工动员来帮忙 分工合作 用巧手制作一个个爱心布口罩 那我们做布口罩呢 是主要提供给我们的环保志工 还有包括我们的居家的弱势家庭 他们如果身体健康的 一般在家庭里面或者是外出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可以透过戴布口罩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使用 一般的医用性的口罩 我们在做的当中 我们要讲到它的舒适度 近似金社师傅视讯叮咛制作细节 各地志工针对口罩的样式 开会讨论 大爱感恩科技也展示防水布料 提出建议 所以接下来如果我们说 希望这个口罩能够 它的功能能够再有精心一点 那我们大家感恩科技我就可以提供这三款 多年前我们有这一些 台南志工也视讯一起参与会议 志工动员制作布料口罩 希望将资源留给第一线的医护防疫人员 共提时间 大爱新闻综合报导 这位在中国大陆看到了这样的形容 就是确诊病例暴增 到目前为止将近6万例 其中就是因为在湖北 在昨天短短一天之内 24小时之内 因为检测方法的改变 新增了1万多人确诊 Covid-19